当你在运动 露营或是就餐时 不经意间就与天空中飞来的一架飞机奇妙同框 这样的场景已经成为成都双流机场周边区域的打卡潮流 近年来作为国家级凌空经济示范区的双流区 利用进机场的独特地理位置和条件 打造了多个生活新场景 近日在临近双流机场跑道的空港花田景区 游客在约2100亩的开放田区中寻找角度 等待时机与飞机合影 体验抬头关飞机 低头看花海 因为平时近距离接触飞机的时间比较少 所以今天特别选了这个地方过来参观旅游一下 可以近距离体验飞机的轰鸣的声音跟距离感拉近的感觉 今天的话可能就会选一些框架的场景跟草原的场景 或者比较一些高台的房子上 那飞机合影比较清晰一点 而且比较大一点 因为这边飞机嘛 它就是能看得比较清楚 所以就专门选择这个场地 然后来看 反正挺壮观的吧 也挺好看的 反正挺出片 景区还重点打造了以西班牙风情为主题的营地 以休闲体育 丛林拓展为核心的体育公园 和以轻奢露营为特色的露营农场等项目 丰富游客打卡场景 像我们这里来说 主要的话就是可以提供给城市近郊 这样的一个给消费者营造的一个 可以度过一个愉快的一个周末 那么在我们这个场地来说的话 它也会比较解压 你可以选择和那个飞机同框 在我们这个场景 你可以吃着火歌 然后唱着歌 然后可以同飞机干个杯 然后包括做一些团建啊 婚礼啊 这些都是可以的 在距离空港花田景区 11公里外的空港体育公园 这里同样因为方便观赏飞机起降 而成为网红打卡地 在体育公园旁的商业区 一家按照空客A320客机造型打造的飞机餐厅 吸引游客前来打卡 该飞机餐厅下方的空间 打造成了喝茶那凉的区域 游客还可以在飞机驾驶舱 通过实体操作件和数字技术 体验飞机驾驶 我们这个飞机 介绍在空港体育公园边上 因为是这里的飞机经常 就是几分钟一辆 几分钟一辆 从这个头上飞过去 就是为了体液感特别强 我们这下面弄了一个 一比一打造的空港一号 就是空客A320那个飞机 你可以坐在这里下面吃饭用餐 抬头可以看到飞机从你头顶飞过 还有一个整个园区的 有火锅 还有中餐 还有私房菜 什么等等都有 包括小孩子玩的 游乐寿备 小火车 迷你小火车那些都有 空港花田景区 空港体育公园等项目的打造 不仅美化了当地乡村 还通过大地景观等载体 巧妙地将成都公园城市的形象传播出去 成都市双流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 双流近年来充分利用机场周边 生态空间和生态资源 通过更新改造拓展为 凌空经济发展空间 针对科创人群 商务人群 消费人群相对聚集的特点 在生态空间植入打造新型消费场景 都市商务场景 最大化创造生态资源 经济价值